南投縣議會第十九屆第四次定期大會議程縣政總質詢 開會時間已到 請主席宣布開會 今天的會議現在開始 林縣長 陳護縣長 洪秘書長 縣政府各單位主管 各位記者先生小姐 各位議員同仁 還有本會的陳秘書長 電視機前 各位鄉親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的議事日程是 縣政總質詢 由曾正妍議員 洪明科議員 聯合共同質詢 質詢的今天共同使用的時間為一百五十分鐘 那首先我們請 我們蕭志全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林議員 秘書長 我們林縣長 陳護縣長 還有我們秘書長 還有各局處的 所長 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 還有關心縣政的 電視機前面的 鄉親朋友 大家早 好 我想 今天主要討論就是 之前很多議員提到 我們南投縣 三婆地回歸軍的問題 我想我們 林縣長 摘星人後 他從基層一直打拼上來 相當的體恤 我們南投縣 因為海拔的關係 受到跟各縣市不一樣的待遇 所以不僅讓我們的 我們的縣民 在蓋房子 或者要農設 農業設施等等 都還要多繳一筆費用 當然在經過 我們縣議會跟我們縣主同仁 大家一直努力之下 縣長也在這次的定期會 也才是說 有關 三婆地回歸軍的問題 由縣府來提案 來暫緩執行 我今天 特別是 要請 有關辦理我們三婆地回歸軍的 這個我們的張科長 特別到議會來 我想 縣長跟縣議會 大家都相當的用心 看怎麼為縣民 來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 承辦的同仁 當然他們在位置上 他不知道 人家說的 不知道法基人的辛苦 所以我今天 特別 要請我們 農業處 我們林立保護科的張科長 來備詢 我想 一來 讓大家知道 我們 林立保護科長 說起來 非常辛苦 不簡單 裡面的腳手 這麼大 大家 有自己個人的作為 當然 一切也是依照 發明的規定 科長 請那邊坐 後來我想請科長 來我想了解一下 有關這次 以送彰化執行處這些問題 希望讓我們承辦的同仁 你知道 我們憲武跟憲 憲義會大家的用心跟 這個決心 讓我們承辦的同仁能夠了解 課長 我知道你在 你105年就到我們林立保護科 你對 我們南土縣長的山坡地 包括一些老樹的 救治維護 以及在 我們南土縣的一些森林等等 相當的努力 而且你協養也相當豐富 非常認真 這個我跟妳做肯定 另外我想 現在 你們 負責承辦業務的同仁 我不知道說 我的大字報怎麼還沒來呢 請醫師人員 我沒有了解說 我們 生班的同仁 不知道有了解說 我們館長的用心 還是說 我們 館議會 會怪益 對山坡地 負責人大家 我們三七位 有到鑑定的立場 我想 肯定有 這個字怎麼唸 你可以唸一遍給我聽話嗎 好嗎 我們等於這個 頭上的民眾 可以了解一下 請科長答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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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有時候 真的不合司令的法令 我知道 你們卡到你們 很頭腦的問題 不過 現在 我們 法頭的人 法頭的人 不僅由他本身 人家說 法家的人 都要最重的成功 你們下腳的人 怎麼做 都 法頭的人 要來信聰 所以 館長一載 在議事 電動的民眾 也不是在公開中所 也在希望說 我們差不多 回過這個部分 大家能夠暫緩 來 來 收取 不過 我們 承辦的同仁 我知道一個 曾先生 曾小姐 因為我來看 所有你們法的公文和資料 他從 不管議會有關 三婆地 回饋金的 這些決議 或者我們跟農委會的申請 他沒有合備回來到縣府 現在你們又回給議會 等等 包括 送 商話執行處的 也都是同一個人 我不知道 你們現在的小孩 照日 特日 是 都一定要這樣 下去做 還是說 他在決策這個部分 我覺得 你們比較粗糙一點 以今年你們一百零千年 送的條件 國長 我告訴你 他也讓我們法界 念館長知道 我們下面的人 做工作 由議會的保證 館長一直都會選擇 我們下面的人 還是這樣做 一百零千年 我們收賞的 那天 在審查會 我告訴你 請教 都有幾個 你說八個 總共有八個 對不對 對 科長 八個 這流程 流程是怎麼樣 一百零七年 要申請 要去家 還是去農事 的人 他申請怕來 你們第一法文 一定叫他去教 當然這沒問題 再來一百零八年 你們又跟他 吹腳一次 一百零八年 吹腳一次 到一百零九年 今年的六月 你們就再吹腳一次 結果他沒力 你們就送 行政執行處 是通通經過這三道的流程 我是要讓科長你了解 我們這個蓋處 第一處的定期會 在議會裡面 我們在經濟 有決定說 要取消單一住宅 農舍和農會設施 有關這回饋前的保分 我知道你們 考慮之後 你們跟農會員 也涉得很客氣 你們是說 為了調整這個 他數的問題 不過還是被駁回 這是我們議會的動作 我是說 你了解一下 跟去年的九月 我們 管政府 就是你們主辦 跟正式回文 我們議會說 回饋前的合佩 沒有成立 不過在去年的年代 議長接受 我們全國議會 在我們南大館辦理的時候 管長也選擇 包括那天 任管長也去行政 他暗算在年代 要來串聯 我們全國的各縣議會 各議會 要來針對回饋前的問題 要跟中央 來做爭取 你不能因為說 南大館 因為 因為我們的海 唯一不領海 我們只卡住 我們海拔 給人一百公斤 給醫生 所以我們都很不好 所以 我議會覺得 很不合理 我都要列舉這幾條 我們議會跟縣府 在努力的部分 就是要讓你 科長你了解說 我們都一直 這麼在努力的 你們承辦的人 為什麼 就 依你們的行政 就這樣通知 送行政執行處 你知道嗎 送行政執行處 會怎麼樣嗎 你知道嗎 科長你幫我打扮一下 會怎麼樣 為什麼 他怎麼處理 報告議員 這個山坡 你看看你回饋前 自從一百零六年 十二月十二號 過後 他修法之後 沒有啦 我要問你說 你們主辦的人 知道說 上行政執行處 他們的處理方式 是什麼 我要跟你問這個 你們知道嗎 報告我知道 報告議員 我知道 知道你講一下 會怎麼樣 強勢執行 強勢執行就是什麼 風雨的火頭 風雨的財產 你知道嗎 報告議員 現在目前強勢執行的案件 都是一百零七年年初的案件 那中間的話 我們其實我們有一直在 其實我今天要突然的 要突然的是說 在我們議會跟現場 大家在努力之下 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都在期待 有一個轉圜的空間 可是呢 你們主辦的 就這樣撞下去 我是在 無欣賞這段 相信 也有很多議員在說 到底 這是我們自己送的 還是民政送的 其實我們了解過程了 就知道這個 我們自己送的 你讓我們的管長 私信於我們的憲民 你們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 說起來就是 讓你的老闆鬧鬼 我叫你來 就是不要讓你這樣了解 你主辦的人 代主他就這樣送 處長 我們行政辦這個 他的時程 時效 最慢了可以幾年 我請處長答悟一下 請農業處 陳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林議員 感謝蕭議員的執政 那有關行政的部分 我們目前 大概如果他五年沒有處理的話 可能會預期失效 有五年的時間嘛 是啊 其實我一直想要 你也在 處長你也想要五年的時間 既然管議員 三七個議員 都連署了 管長也這麼支持 你如果要多一些空間 讓我們大家來努力一下 是不是這樣 那你們這些人 我看你們 你們一些相關 我們依法行政的程序 各機關對公文 來處理公文的這個問題 也是 他條例裡面也沒有說 強迫說 你們一定要 沒有做 馬上要怎麼處理 對不對 既然管長 有說過 他要輕鬆 這些人 你就簽到民政簽嘛 你現在要把他移送 我是覺得你們 這個動作 比較粗糙一點 再來讓你們 老闆老闆 我今天要突然 是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法家人的艱苦嗎 他面對的 這麼多民意 他需要的是 是我們大家 大家都在那邊等待 我說 這樣說起來很無理 我們南道館 因為海拔一百公囚以上 就是三部隊 我們水利也好 我們南道館的 國兄弟 在中華府裡面的建地 平坦坦坦 沒有葡萄 這樣也是 三部隊 很多建商要去到處 原來這也三部隊 因為三部隊 不然要接 三部隊回饋前以外 還要做水土保持計畫 相對的我們的家 建商要賣 嫁嫁嫁 就一定要嫁嫁 我們一直在努力 我們希望說 你們承辦的人 也能夠體恤現場的辛苦 苦民所苦 再不可以的範圍 我們是不是可以慢一下 我今天是要說這樣 科長 這部隊這樣我都答應了 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強制執行的旗程 我們之前在內部有研究簽程過 原本我們是預定說 在五年的期間之內 期間到了之前 我們再來送 可是問題是 我們經我們內部 會相關單位之後 他們是認為說 這樣是不是很妥事 所以我們也是一直 撐撐撐撐到現在三年了 我們再來執行 假設說之後 我們議會這邊決議了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內部再來簽證 說是在期限五年期限之內 我們再來執行 科長 處長也有說 十成五年 你們是第三年就跟我們送 我是說 你要送也沒關係 真的 要送我自己說 你當事人 你送沒有最後 你電腦一定要再跟人說 你如果再真的不曉得 我再送我執行處 要讓我們的民眾有那個準備 你沒辦法撲一下就下去 要這樣想說 我們管政府這邊的努力 可能不需要 人家在那裡撲一下 我今天要立票 我的虎頭都給我方議 你做成本做做的人 他本身他也睡了很多 他一個人一個信用 他無台無錢 換他來給他方議的虎頭 延伸的問題是這樣 我是希望說 你們在做這個事 真的要處理 既然我強調的是說 我們都一直在努力了 可是你們要處理的時候 至少要告知 或者怎麼樣 就做比較完善完備一點 不要讓我這樣站 農業處這邊可以說 不管是早期也好 現在也好 南投縣也可以說是 以農曆縣的一個縣市 雖然現在慢慢的轉型在觀光 但是 許許多多 就像我們所講 就像蕭議員所講的 南投縣幾乎都可以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算是 三波地的這個地方 所以說 所碰到的一些選民的服務案件 再再都會卡在法令的問題 尤其是農業處是直接 針對於民眾與農民的這個機關 許多的法令解釋 或許在你們的位置上 你們會認為說公事公辦 但是在這當中 法律不外乎人情 在這裡有一個空間 希望說這個空間 能夠讓我們來共同努力 來替這些農民 去做一個更圓滿的解決方案 尤其是我們縣長 也很體恤我們的農民 在這之前 有像孤寮的這個高度的認定 由於縣長的魄力 下去爭取 所以也放寬了這個規定 對這些孤農來講 真的是以大福音 也希望說我們在在的一些法令 條令 這些能夠得到我們相關單位 尤其是主辦人員的這些努力 能夠站在民的立場上 能夠協助農民 謝謝主席 處長你請坐 其實我要說的就是 依法你們沒有不對 不過依情依利 真的對你們對我們議會 真的不會交代你 所以我今天才會特別叫你來 這樣 是不是這樣 依法你們沒有 你們依法行政嘛 不過在依法行政的話 真的要考慮一下 整個大環境我們 他這個 這個法是 適合我們人民適用的 跟我們這次說 所謂的民政在一起去取得 我們林冠長也說 這樣我不會送 我們南大冠 我就不送我們的 這個食品安全衛生條 制製條例我就不送了 我們自己以我們制製條例來 來承辦 是不是這樣 我今天請你來 就是要讓你知道說 從法頭跟我們大家的氛圍 希望你們在承辦的東西 雖然在法裡法上 你們可以這樣做 不過有時候 人家的感受 情跟理 我們是屬人 問題是這樣 好 科長 請回 科長請回 謝謝主席 我們請曾正言議員 主席 主席 我們管府的一起主管 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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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小議員 你講一下要注意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 八卦 解決到 如果 會當的清理法 要處處 要替八卦來 考慮 不可能我們 林冠長這麼用心 林冠長用心 我們要加分 我們要團隊加分 不要把它減分到 請我們庫長 剛才我們小議員 你講一下 請中施 好 你請回 再來 我來請教我們 農家庫長 農家庫長 我們今年 這個插播會已經辦 第一年 可以說辦了 一年比一年 更好 優勝優勝 但是 在這裡 也要提供我們一些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很多 發展 譬如說 我們一些 做 百貫市 的 鄉親 要來這裡 買我們的地味 但是 要停車 就很難停 跟他停一個圍 一位籃球 要希望 我們這個 接駁車 一定要 鐵鐵 進行 譬如說 我們做 這個 地鄉 這個生理人 的車 大約車 六百幾台 六百幾台 他要運動 盡量 都停在 車部的旁邊 停在那時候 就 做聲 說 我們鄉親要來 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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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我們是不是要要求說 你們日賣的時候 要車 這六百幾台 要隨 隨便去展示中心車 隨便去 我們可以 六百幾個 人家的車位 這點 車 我們後面的時 一定要改進 有一點做得也很好 我們的林館長 這個有做 這個 這個 差不多會刷 刷的時候 這個雞 還留著 五館市的 這個 這個有做 榮樂展示中心 還接著班 你只要搭這個 就要 要花百幾萬了 可以說 四半公佩 這點是 很 可以說 這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很好 非常的 好 值得 值得在這裡跟 農業處 這樣就贊 農業處 我請教 你的個人的看法 這邊的插部會 是有 待會兒快點請 請你再說一下 請 待會兒快點 要拿起來 不用 歐歐順 說這樣 那些負責都過了 謝謝大會主席林議員 感謝曾議員對查博會的指證 第一個剛剛議員特別提到 就是有關 車輛停放的問題 那 其次還有包括就是 女廁 化妝室不足 那因為今年 因為配合新冠 這個疫情 那我們有採管制的部分 那以至於在 女廁的這個 排隊的時間 相對的拉長 那這個部分包括現場也跟我們指示在 後半裡的相關活動 希望能夠在化妝室的部分 也能夠再去 提升 數量跟品質 那第三 就是有關剛剛 議員 除了 停車空間不足之外 那另外就是整個區位 動線上 是不是能夠再更加的明顯 那讓遊客來 那在指標動線方面的這個 行徑會比較方便 因為包括 底丹黑了之後 優質 查展區的部分 也有攤商 像縣府這邊來做反應 指標不明 因為有可能 那可能就是 在動線上面 會變成我們習慣會往右走 因為部分在 內地各的 這些攤商 他們可能會因為 動線的關係 會比較不是那麼明顯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列為 在查博 辦理結束之後 相關在檢討 在而後的這個 舉辦過程當下 來去做一個改進 市長 你們有再開檢討會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在明天下午會召開 檢討會 那這個部分會邀請 參與的單位 包括我們的 農會和相關的這個 參與的協會 跟學校這邊 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在這段期間 也利用大會 跟我們 周恩新村 光華里跟光榮里的居民 說聲抱歉 因為在舉辦 查博會 因為長達 除了外東 雖然是十天 但是我們前後 因為有部長 大海外管事 跟策展的這些因素 也造成了我們 在地居民的一些不便 那當然我們也感謝 在地的這個里長 還有學校 這邊能夠給予包容 那在相關的場地復原 我們盡量 能夠把它達到 恢復到原來的一個 場域的一個使用狀態 你現在有檢討好的時候 我們要鐵底改正 給他檢討 檢討後 也要去執行 我們當地的里長 也要跟他拜託 他要做停車問題 也要跟他拜託 這點請你很高 你請請 再來這點 我請到我們 管警察局長 局長 我們現在這個 柴部會當中 要一段外邊 停車停在我們的 工法 國公公園 國小國法 國小的 等我各社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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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先生 流流流 要開營 我是說 局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的 我們的 警察先生 說 我們這段時間 一段外邊開 用千塊錢 就好 別說 把我們八成的 動作提款機 開一段 就很高興 如果這個心態 就很高興 請我們 我們 局長 打破一下好不好 我們 是不是 我們的 不要流流 就開營 因為這段時間 我們 將所有 全國的鄉親 都是我們的貴賓 我們的貴賓要參觀 我開營 我只有那段時間 電力這麼不容易 請我們 警察局 李局長 謝謝大會主席 還有 曾議員 根據曾議員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一在跟同仁宣導 我們這個是一個喜事 那當然有些違規 是沒有辦法勸導的 因為路口十公尺 那比較嚴重的 我們一般 都會 如果駕駛人在場 我們都會牽導 對 你都說 會把我們當作 秘書在辦理 所以 希望 盡量 把我們的 這些 消費者 當作我們的貴賓 不要勸導 當然車也沒有停 希望 我們有時候 辦議員當中 要把他們包容 請請請請請 再來 我要請教我們 我們管長 管長 我們中間新川 這麼好的地方 真的 很需要 對他們做改進的地方 譬如說 我們中間所有的廣自被 廣自被 廣自被這四里 這個縮小 住不住 這很沒差 還有 而且我們這個 小雞蛋 小雞蛋都開了幾個億 也放在那裡 做廢師 還有一點就是 他可以在 他可以在 他也花那麼多錢 花了 結果 也都沒有利用 哪一堆的廢師 跟無法包一樣 都沒有人 沒有人去使用 還有我們的 環山路 環山路 我們這個做 這個 可以說 如果 如果有好 我去整個 整個 整個 比金融的 這個隧道 要更漂亮 希望說 我們管長 這個 管長 你的過程 看好 當然 國政權 不是你 那是中央 但是你 聽你到中央 請縣長 好 謝謝主席 曾議員關心中心新村的發展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時候行政院 來中心新村開會 我也提議 像我們的小雞蛋 游泳池 還有中心會堂 這個可以把我們管長來管 但是要把我們管長進行 我一定要一筆 給我們修理 因為裡面都會 你接來 還有我們管長 開錢 就沒有合理了 所以這個很厲害 還有 我們的 船 防空洞 政府的防空洞 我以前做立委 就已經有政識了 那時候可以做一個 整理的好 裡面可以讓我們參觀 裡面也可以發展一些 反比一些 我們地方的 當地的特色的農產品 比較有特色的議員 都可以 但是 那時候 我做立委 也有去負責 但是 就是中央 他如果不讓你 種種問題 他就把你阻塞 說裡面非常危險 他還不受你 負責怎麼樣 他到底是理由 所以說 沒辦法去促成 其實 管長 你去區 你搶好 讓你 要做 這幾項 你做起來 你真的 你的政績就真的漂亮了 對 我政績有夠一遍 對啊 要跟我說 沒有你 創政府 你還給他 還給他 要跟他講 真的 你這個小巨蛋沒有用 是很不差的 這個 那他辦多大多好用 我們憲政府在反應 就像 偶便風 這面聽 這面過 沒有啦 你只能說 這個 蔡培會 你還給他 說一下 跟創政府說一下 沒有真的 這 一片的 會議事很不差 這 很好的 這個地方 這次 他們現在要買副師 中心新村 他就只講一講 講到 這次沒有什麼 明目出來 我知道 那時候我做立委 可以把中心新村 爭取來做 高等研究園區 其實高等研究園區 它的限制比較多 所以人來攝像 就比較少 來這裡做研究園區 就比較少 你現在那個地方 如果台灣做工業區 發展是人家 當然 那地點那麼好 其實那個地方 既然高等研究園區 做不出來 我們就來做一個 污染性的工業 讓我們這裡攝像 每個人都留著 改變方式嘛 管長 像南內路 在我們的鑑魚站 比他城 這裡還要幾個十個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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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也 漸漸都放在那裡 我們是為了環境 沒有環境 空氣更新鮮 所以不要有 污染性的工廠來 就好 你說清工的 手工的 架工的 有污染性 就放進去 那個就是沒有問題 還是說 它切都用電腦化的生產 你看 那些公司 賣科技 我們盡量就是 不要讓它污染就好 這樣不然 中間線不然會老實起來 你現在在那裡 可以讓它塑 塑這個無污染性的工業 我相信 每個人 搶到去 拔拔了 管長 你的思維 跟你的idea 真的好嘛 你要好 就要運用 舊的鑑魚站 這篇 這麼大篇 都沒有你利用 實在說的 很不差 沒辦法說 遞進其力 所以 我中間 沒有一個有破例 所以說 你最有加速 最有破例 你還要進去 我相信 你當立委 我也跟吳敦利 演藏 這次 坐在外面的機關 都牽來中心 新村 就 中心新村就老了 對不對 管長我請教你 但是這個中興大學 有 有幾乎 要帶來中興新村 這個感受嗎 這 有聽說 但是我想 我管長兩年做了 還沒來 說謊 說一聲 沒關係 就對了 要摸聽 不要太信 這樣 管長我再請教 我們這個 做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 之後 我們是不是 有優先 結尾 我們的捷運 捷運 會來 跟我們草屯南島 我希望說 我們管長你是不是 做民間 做民間 路水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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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沒有造一個 經過的交通 交通網路 才拍的通 那現在 我們如果 我們一邊 剛才咬一下的時候 在我們的民間 這站 都很嚴重 我們捷運 如果 如果 做到民間 路水沾 路水沾 可以說 增加 我們的交通量 也能夠 勾動 我們的交通 這點 請 管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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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麼好的構想 我是覺得 在武方 要從捷運 到南島 我是覺得 這個發展空間 後 沒有比 我現在想說 我們這對高鐵 高鐵 做的 高鐵的捷運 跟草屯 草屯 草屯分兩山 一山 從黑客 到二十多 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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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草屯 一山 從經過南島 麵桿 到客頭 這樣是 很興奮 管長 你的構想很好 你的拿島也很好 在你現在 有辦法完成嗎 這不是 我現在 沒有辦法完成 和後天的管長 沒有辦法完成 我們還要 要一個前瞻的規劃 所以我們這個前瞻性的建設 就是要做成這個 不是前瞻性的建設 對吧 像我們這次 對高鐵做一條捷運 一條 一條 開門三百億 就可以站起來了 四千四百億 八千八百億 多少三百億 來的南島 就大發電了 你說前瞻計畫 我們的前瞻計畫 這條錢 沒有用在島口上 譬如說 你像南島 國泰民生 這個大高 這個大高 本身就很好 還真的也很漂亮 如果國泰民生 你會做得好 如果不太用 也不太漂亮 這個錢都漏白了 我覺得這點 真實在漏漏廠 做得好 前瞻計畫 我們公務處 補一條計畫 要去經濟 我們毛樓西的整治 毛樓西的整治 毛樓西的整治 就是兩邊 高灘地 要把它創作出 中間 要修正一條河道 有河道有水 整個毛樓西的經濟 就漂亮 周邊的高灘地 都做運動授施 放風尊 在那裡 曬袍 騎梯 都可以 現在就是那條錢 整治 你會給他第一期 給我們 第一期就沒有了 就說什麼 要舒服 經過那裡 不可以開花 國泰民生 你還要繼續我爭執 還有一件就是 我們的 國塑公農 會面的高空責 這個 經濟這麼好 他還要保共 保共的工廠 差不多要完成 你是不是 在我們的國塑公 舊腳 來設這個 燃焦場 還是網球場 這可以讓我們的 鄉親 更大的 空間頭出口 這點 這點 我們請館長 來 很用心 上次 我們議員也有人建議 我是說 這個可以 讓他做好料 我們現在 來 來借用 不用做 那種 運動授施 像我們的 鐙輝 沙雕 就要做 一年要百多萬的購金 對 這樣 我們現在運動授施 提供全民運動 這不必 所以 我們要儲備一些 健所的情緒 因為 這次 整個基礎 補強 補強 我們要安排時間 來 這個 真的重要 這間你如果做好 一些這些青年朋友 會很感謝 這次 要做的 不是說 運動授施 包括停擦場 你現在要來運動 沒有停擦場 對的人也不來 所以運動 運動的停擦場 也要設計 還有 整個授施 也要設計 這樣 人不真的要來這裡運動 觀眾 還有一點我請教你 你現在 這個青年國宅 青年國宅 這在 在我們 這個 南東風教 的旁邊 這就是 不是說 我們的鄉親親的朋友 尤其弱勢 也有很多要求 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個 你再大量下去 青年國宅 要 一檔拿出 要在 那裡 拍白理 拍白國中附近 一檔都要四五千萬 四五千萬 對一個 年輕人來說 是天分所需 我們可以評價 在差不多 五六百 五六百 差不多一千以來 這樣是不是可以 大量下去 幾歲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計劃 我們只要五六百萬 現在這個計劃 我們現在第一期有去 八百號 有八十號 馬上要花八號 要施工 觀眾 我知道你這裡第一期的 還要大量 大量給我們 給我們 給我們這些 青年朋友 可以買房子 可以有一個評價 現在是有 建議說 有的五六百萬 有的就欠比較高 意思是說 看它當兩磅就好了 兩個房間 價錢又一樣 這是可以考慮 所以這要 這種小家庭 都要生一個 好生兩年而已 主人一間 小孩子睡一間 就夠了 所以要求 我們可以說 二房就好 不要穿到三房 四房 請館長 如果這次 我們要用心 讓我們的青年朋友 弱勢 有感 宜翔 謝謝 請檢師尚檢議員 好 主席 本席 要延續到我們 剛才我們 陳政議員 為了我們南投官的建設這方面 捷運這個問題 剛才我聽到官長在說 最好是對高鐵的 牽來跟我們超頓 超頓這段路 就要花多少 我們不要說 要到二月潭 我們來講到超頓就好了 官長來 我來請 請官長 請先長 要花多少 這些天文所值 這個沒有設計 沒有留在騙子 沒有多少錢 我知道 在五方 要跟我們南投 差不多 我們縣中的配合館 要將近150億 實在說 現在想十會 對我們南投館 想好 因為高鐵也沒有 經過我們南投館 所以我們想不方便 坐高鐵也很方便 要去那五方 坐高鐵 我認為要用捷運這個 我是說我們的館長 也要看 因為我們南投館的大局 來設想 最好是對高鐵的看外 因為台北南北二樓 要來跟我們南投館 我相信說 坐高鐵也很方便 館長是不是 所以我說 對我們這個 沿烏西 沿烏西的客棚 那都沒有人住 都沒有房子 對他做一條 投到高鐵 在高鐵 一萬來跟我們超頓 我說混沌兩層 是啊 我們站起來 我們站起來 你看 這個南投館出頭 他也不用再開車 對不對 成立都放到 捷運高鐵路外 對 車去就 到你們的終點了 現在 你們去台北區 你也是 都是坐高鐵的 那麼多 對嗎 在座的 這些處理局長 都去台北區 都坐高鐵那麼多 以前說 我們的高鐵 會來到南投館 來到南投館 來到南投館政府 也好 讓我們這個 官員 以及主管 官員要開火 直接坐高鐵 在南投館政府 坐起來就好了 所以說 麻煩 官員 我們要把整處 把整處 到南投 我們先不要太多談 先規劃一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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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建立高通部 不可以說 幫我們道補助 我們縣政府這樣 籌策配合款 但是這個 這個要做得好幾十年 所以主點 變對預算就是 現在是說 要麻煩管長 民族你先籌策 先籌策 先籌策 先籌策就好了 這樣還要長 炒輪到南投 今天 說兩毛好 因為你現在 你炒輪 像竹策 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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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剛剛我們曾蔡議員 為了這個議題 很關心 請管長 你採納一下 好不好 這個夢幻我太久了 這樣 好 感謝管長 管長 你請 請 請 本身 要請 請到農業處長 我們每次 上回期的時候 本身也有說 我們的農民 我們這些農民 會追透 保持的老火 不抹 會去 開放到這些 我們的 山坡地 受到農業處 這邊 發折 之前你也有說 要好好研議 看看要讓我們這些 在我們中央鄉 我們山區 這方面 有一個很好的規劃 你有什麼規劃 我們上回期 我們在說 到底我們在說 有效還是沒有效 是 你怕說說過就算了 還是說 議員你在說 是議會中 說的話 還是我們幫你接收 有一個規劃 你不知道 現在這個農民 很可能 中央這方面 現在管理很好的 路各打通 那很好啊 不過呢 在我們 上回期 本社會在這裡 幫我們 處理拜託過 你要好 整個月就 我們中了鄉 我請局長 我們的處理大學 來來 董事長大學 請回答 你現在幫你 謝謝大會主席 李議員 感謝簡議員的一個指證 跟關心 那議員在上回期 提到有關 我們全部的 因為 南六間 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全部的環圍 那現階段 我們也遵照現場的指示 如果是從事農業耕作 我們都盡量夫妥 那 目前的話 我們處裡面的同仁 在下鄉 也去加強 這個宣導的教育 那 目前要跟議員 跟鄉親報告的 提到議員 很主席就是有一些 所以是屬於衛星便利點 吸到的 那這個部分如果說 他是純粹做農業環境 那這個部分其實都不會有 涉及到財法的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 像議員特別關心的 我們在會看的當下 也會配同 那個 我們縣內有這個 水保服務團的技師 在現場會去跟 我們的農學 跟土地水管員 會去做一個說明 那希望他們後續 倘若有涉及到 這個水土保持 包括說農農 或是博客 在實際上 能夠再補一些 相關的程序 沒有啦 現在我是說 你們以一個很好的措施配套出來 配套措施出來 還要讓我們這個農民更方便 是 那你會說的 當然是說我天天就過了 這個部分不會 我們還是有持續在進行 那另外包括 在上個會期 也有多位議員在提出 是不是能夠去檢討 我們管理雖然 我們管理雙部地的環圍 是不是做一個檢討 但是要跟 在大會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也有 像水保局這邊來反映 那原本部分是 包括南島超頓和中領 那初步公告的面積是288公頃 那後續 經由這個水保局這邊檢討 以後只有減少28公斤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還在持續跟 水保局這邊來爭取跟反應 是不是能夠 針對我們線內散播地的範圍 再重新再去做一些檢視 這方面我們管理政府自己 用自助條例來用嗎 各位觀眾報告 目前這個權責上面是在水保局 因為在六都以外 是由六都的市政府這邊 可以自行檢討 那其他的縣市政府 還是都由水保局這邊來啟動 你現在 還要怎麼讓我們這些農民 更便利的嗎 更便民嗎 不要動不動就開發 後續才要更便民 減政便民的方式 我們繼續來做 剛才我聽到我們蕭議員 他剛才特別在說 我們這個山坡地這個問題 回饋人這個問題 我記得我聽到館長我講過 館長的意思是不想想 是怎麼說 剛才我們蕭議員在說的時候 我們雖然開發下去 你不就定他說 你讓館長拍他看 是不是這樣子 緣布告其實不是 因為包括縣府當時定的支條例 甚至是連議會 包括議長 就是聯合全國我們的各個議長 這邊有做成的這個建議案 那報導農委會 那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被退回來 所以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針對我們縣內的這個 山坡地開發建築的部分 是沒有合客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往後延 因為一直在等到他整個法規 是不是有定案 那後續因為被駁回 所以被駁回來講 我們變成原本 我們管理所定的自治條例 他沒有法言的依據 我們老管民真的都山坡 山坡地特別多 因為真的老民也想要去家 他朝倫家的地方 沒辦法買他 沒辦法他在一樣 要在山坡地去家裡 住的時候 回饋一開始六幾十萬 對吧 待在山坡就在康連 還要再六十 是不是你管政府就沒有人幫 幫幫助都開啊 要求人求錢 是不是 市長 你現在住在哪裡 你怎麼住在哪裡 我目前是住在宿舍 宿舍哪裡 自己有沒有買房子 宿舍在我們市區 南老市的市區 對不對 你現在宿舍是自己住 還是你管政府的嗎 宿舍 那你自己住在哪裡 我自己本身住在水裡 住在水裡 那你是不是小的山坡地 我那也山坡地 這樣齁 那你之前去的時候 還要立這個回饋 議員提到了 我們針對法規定定的 不合理的部分 其實都有向中央來做成 建議跟反應 但是這個部分 因為涉及到法規的檢討 它其實蠻耗時的 那目前已經針對 包括像在 上上的會期現場這邊 只是因為在我們工業區的保分 這個部分也透過現場這邊反應 那工業區的部分已經排除 那另外有一些屬於蟲化的土地 倘若他已經有繳納過這個相關的回饋金 這個部分也都沒有合客 這樣齁 我跟你說齁 不要做人 這樣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遵照辦 那我一件事 本社會要請教齁 你現在金椒 中料的金椒 現在人家的一公斤 現在人家大賣 你收這樣齁 一公斤是多少 我請問出念 現在的價格 因為之前在上上個月 它的確價格是比較低迷 那現在大概在十幾塊而已 十幾塊啦 十幾塊 十幾塊 十五塊 十幾塊 十幾塊 一公斤十一塊 算是台灣全世界最好價錢 中料的金椒 南部的金椒 一公斤 我們說一公斤的 太八塊 對不對 十五塊 南部的價格比較低迷 這些農民很可憐 你把什麼配套措施 目前的話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有一些是屬於透過加工的收購的方式 那不是只有僅僅針對香蕉 那現在連柑橘的部分 也配合農糧署這邊 就是 對於刺激品才 結合 我們在做加工品的這些槍箱 就是補助他們做部分的一些收購 來穩定 目前的一個試駕 我現在先跟你說金椒 好了啦 好處理 金椒你們有什麼辦法 要讓這些蕉籠 中樓的相當 這次種的金椒都死了 真的 整台金椒沒有一千塊 處理責任不知道 議員所指的這個部分有聽聞 但是因為我們前一陣子在十月份的時候 十月十月的時候有跟融會這邊啟動 能不能就跟線內或者是其他地區的一些企業廠商 能夠採用團購的方式來協助消化一部分 重點你們有在做嗎 這個部分有在做 就是透過融會在協助 對 有沒有在做 我們議員報告這個部分有透過融會在協助 但是因為他可能整個成效 並沒辦法整個達到 因為部分的農友 他並沒有全部都往農會這邊來做 這個繳納 那個漆座的方式 所以這個保護我們後續再跟農會 或者是跟合作社這邊來做強化加強 副長 我們平常先說起來 你在我的心目中你是很好的處長 你也很認真地處長 不然我希望說 你要拜託你們的野民卡住人 你用拜託的 現在很多庫長很多政府 都需要用拜託的說就走 市長 市長 我希望說 你去地方了解看看 這個焦農要到三天 這樣好不好 議員建議這個部分 我們會後會馬上再跟 來做處理 我來看 我來問那個縣長比較好 縣長比較有引力 縣長 請教你 重量的香蕉有什麼看法 請縣長 請縣長 因為我們現在的香蕉 價值得這麼賣 什麼原因 就是我們 在屏東 在屏東的台塘 種500公慶 說是要燒日本 結果 金釣長之前開始賣日本賣 都來聲 今天真的這麼慈善 這樣 還有一包 風台不來 風台 我們介紹就好了 所以說 剛才說 剛才說 現在一公斤了 18塊 還有15塊 我看金釣長 我們收15塊 我們政府賣 現在是這樣 因為我們過去 金釣 在賭氣的時候 我們 管政府透過 我們中療像農會 把他們收購 讓我們學生 營養午餐都吃金釣 吃幾個 就糧了 所以現在是交農的問題 所以說 我希望我們政府 農業處 這方面 可以跟農會 好 去了解 去搭配 因為 農民 真的要是靠 靠山 在賺錢 你正做 賺錢 剛才剛才 管政府說的 管政府說的 管政府 我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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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這南邊是浩派議員 你現在 突然說 幫我做報告 拜拜 管政府 好 我現在過來 前後六月處長 我們現在 南大館中療 中療這方面 比較實際 有需要 要把經濟 提供 本來在上面 也有說 真的 你這個 路也通了 每逢都很方便 是不是說 管政府 我們拜託說 來開放 是不是說 我們用 比較簡便的方式 來開放一些 來讓 我們中療鄉民 來做一些民宿 做一個觀光果園 這次 會說 帶很多人去 搬那些 搬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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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看那些人 搬瓦 很開心 他也管你 要花錢 去走 為了 會缺少 吃 希望 我們觀眾這方面 是不是 會把我們中療鄉 打個雪 賣出來 讓那些中療鄉民 別說 只做 只看價格好賣 金蟑螂 你也要自己 照顧 你也要照顧 整廟 這也要做的 所以我們中療鄉鄉民 可能 我希望 我們處理跟館長 是不是要開放一些 觀光果園 這方面 也跟館長一樣 館長你是在 主導的觀光嘛 對吧 觀光中療 你路上開得那麼好 你過來 要讓農民 賺到什麼 賺到公共的錢 好嗎 館長姨你來看嗎 這是很好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 觀光果園 就是要農民 大家來配合 要 他把環境整理好 這個農產品 你像感到好 我們就 透過我們的網路 把它掀到 這 大家 中療 感到要提供 大家來買人 慢慢 你可以帶回 這很好 對啊 觀念 很好的 現在他想要建設 現在又靠到什麼 水土保持 你們還可以 還可以 圓圓 還可以 一大堆 想要去 又更麻煩 對不對 你又想要做 還要再用別家 別手 你想 這樣想要做 現在就是我們 這個法令 限制太多了 讓我們這些農民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做 做價位 也沒有辦法去 去推動 對啦 現在就是可以用一些建議 我們現在想 我們要做一些民宿 你都不用去 這有 我說的 六國 出的 紅綠燈 出口 製造的 水公 水公 做起來之後 移動宿 製造的 那裡做得很舒適的 那也可以讓大 做民宿很好 官長 我們是要把它替佩 先來處理 來處理 事情而已 想說 用得比較簡便 讓我們新穿的時候 我們官政府 這邊把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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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比較好緊而已 要把它拆掉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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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基本的 要拆掉 那裡放 又不行 有些人 現在人家要拆掉 你要收 想說 管長我麻煩你 我知道 你對長來鄉 你也很重要 想要這樣 搭用好事 講講過 他這地 這個主委 法令不省 無法管都沒有 我告訴你 你要想辦法 用資助條例 用 盡量 放鬆 讓農民 有時候探測比較好緊而已 這樣好不好 管長 好 感謝管長 我還請到處長 管長 你要坐坐坐 處長 我剛才跟管長說 他的看法 你有辦法 用你的想法 要把農民倒三天嗎 處長 請 陳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 林議員 感謝建議員 議員說的部分 如果牽涉到農友 要請農友 當然這個部分 在縣武農業處 這邊 責務旁財當然 希望來到 協助農友 那 方面也要看說 他的這些土地 使用方面 是不是能夠符合 現行的這些規範 在法律的權責範圍內 農友處這邊 可以協助農友 來申請 我們會盡力 來協助 好 麻煩你了 好 其實在農業處這個部分 就像多位議員所關心的這個問題 希望說 我們各局處都能夠站在民眾的立場上 在這一個有一個院局 有一個空間 希望說能夠全力的來協助 不以開法為目的 以協助為目的 有道是人在公門好修行 我相信也是這一個意義 那麼我再請教一下我們的農業處 如果說 舊本席所知道 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抓捕蛇的業務的那個器具 捕蛇的器具 預算是匡列在我們農業處 45萬 沒錯吧 那麼抓蛇的業務是在農業處嗎 跟主席報告 目前抓蛇的部分 因為牽涉到跟民眾居家安全的部分 目前現行的執行實務 是我們透過消防局這邊 各分隊他們受理通報之後 馬上就處理 但是捕蜂的業務在農業處 捕蜂的業務是農業處這邊 進行委外的處理 那所有像捕蜂抓蛇的這個業務的 這個預算全部匡列在你們的局處 那你們是用年度金額下去撥付 預算撥付的 還是說他們需要多少給多少 這個部分我們是用採公開 這個上網的一種方式 那有關捕蛇的這些器具 包括這個蛇籠 那是由農業處這邊採購完之後 以由消防局各分隊來使用 像這種這一個部分 不單單只是這一個抓蛇捕蜂的這一個業務 其實會有這麼多的蛇 其實在我們一般的民眾 他所陳情所反應的 就是有很多的宗教團體 做了放生的這一個動作 當然在放生 比如說蛇 在放生的當下他是獨雅拔除的 但是拔除之後他會再生 或者是棉眼下一代 所以這個造成一個環境的浩劫 所以在我們民政處這邊也希望 不單單只是民政處 在我們各個業務單位 希望在這一個部分能夠大力的去做宣導 不要把這些不管是魚類也好蛇也好 放到這個大自然當中 但是他相對的是造成另外一種的生態浩劫 希望在這部分 我們各局處能夠相關的業務 能夠做大力的宣導 在這裡也跟你們肯定 就是我們查博的這個每一年都辦得相當的成功 我相信每一天的會後 你們都會做一些檢討的這個動作 在這裡也謝謝你們 肯定你們的付出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蔡宗志議員 感謝啦 感謝我們台會主席 在這裡嚴重到我們檢視森議員 講到這個香蕉的問題 因為我們南道館是一個農業大縣 也是都是做農民 也是都做一些農產品比較多 在這裡我也是希望我們館長跟我們處長 可以來邀請到我們高雄上農業 來為到我們南道館的農產品來想辦法 因為不管是說 不管是說是香蕉也好 還是王來台北頂頂的 很多農產品在今年的消路都很壞 尤其是說今年就是去遇到這個疫情的關係 很多的接種都有影響 希望說什麼農產品比較用心 來邀請到我們十三頂鄉頂農業 尤其跟我們館農業 都來邀請到一區 看什麼說 我們這些農產品要怎麼來消 讓它介紹比較穩定 別說讓農民 近一年的成果都不賺錢都了錢 拜託我們管政府 邀請農業這邊比較認真 為到我們這些農民來接種 處長這樣可以嗎 處長 請處長 謝謝蔡議員的一個指證 議員提到這個部分 我們後續 因為很多還是要結合南農會來協助 因為當然今年因為比較受疫情的關係 沒有出口對岸 那這個部分我們後續還是會跟農會來 還有包括合作社 簽對議員說建議這個部分我們來協助 因為其實說 我相信管長的idea很好啦 因為每年去辦這個茶博 我們也可以辦一個農產品的 像茶博這種外檔 我覺得這個外檔也不錯了 處長你看看什麼 有限於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茶博結束之後 就有辦一個 中台灣五線式的農特產品的一個展租 其實就希望 因為上半年受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希望一半年有這個平台 讓小農他們有一些產品能夠 在所謂的這個面對面跟消費者來對話的時候 做一個銷售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不夠 因為畢竟生產的量多 它大部分還是有可能需要透過出口的一種方式 所以現階段包括在上個禮拜 那我們也透過合作社 埔里的合作社 蘇果合作社 他們也有接洽香港 這邊就是針對木瓜出口 那我們現階段就是針對這個銷售的通路的點 是不是能夠再去拓展 那先打開這個指定之後 看後續能不能再把這個量再去擴增 對啦我是覺得 多用心一點啦 來處理一下 再來我請教到我們 縣警察局局長 在上次應該算上禮拜 我們成功山路路面游擊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真的處理到怎樣 請 請處長是不是 局長 李局長 好謝謝大會主席 還有謝謝我們蔡議員 針對這個其實 我們上一次在工業區 他們有召集相關的會議 那希望把他路面刨除 那刨除重新再鋪了 他那時候開會是說 在15天 15天以內 他那時候公務處也協助要來做一個管制 另外如果有民眾 因為這樣而發生交通事故 這個受傷 我們警察局拍手會 也會來調閱相關的監視器來協助 在這個部分 另外污損路面的部分 我們也都是依法來開單 來舉發 謝謝 這 這個警工信應該是有找到嗎 沒有 有 我們有 這個警方多久了 你知道嗎 應該兩個禮拜 這個警方 本身九月 就接到陳情電話 不過呢 我卡通去派出所問 把公務檢視器都調不 是甚麼原因 那把議員在議事聽問就問出來 我卡通去派出所問 我都調不出了 這是甚麼情形 這個會有我再了解一下 應該是 因為本身這條電話的時候 射三台歐洲歪都去補案 有有有 三個腳都回去了 那這要找甚麼人不想 這個會找肇事者啦 當然是說 這個 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 鎖傷的資料是有五件 那陸續我們 在周邊已經做一個交通管制 就是 擺設交通錐 避免民眾 用路人 因此而在受傷 這個部分我們有做一個管制的措施 我希望說 像這種 這種案件 我們派出所的一些 我們的動員 真的比較用心 雖然 因為你處理一些 案件 這些動員都很辛苦 我是希望說 像這種問題 這就要優先處理 因為這有關閉到 人民的生命安全 這剩到現在那兩三個 也剛出年了 那個腳長的都要 收養整半年的時間了 那你整半年的時間 比如說這個家庭 如果只有這個 這個八歲 你賺錢 這樣這個家庭就要害 我是希望說 如果這種的 可以叫他們 衝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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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處理 隔壁 五、六 藍頭人聊天室 人家還在拍 也要不去用 也要為了 隔壁 你說15天的時間 是時候 我印象總是這幾天 郭議員 這個因為 這個有牽涉到公務處 那時候 有做一個管制 公務處喔 我們請處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請公務處 陳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 林議員 謝謝蔡議員 有跟這件 公務處已經正式發文 按照我們的警察局 他們的水檔紀錄是 11月20號 假如20號以前沒有拋除完成 公務處會按日聯繫法 這處長 這種的文法 沒法 發來沒關係 要要求他叫政府上司去處理 還放在地上 還要吃話 這件是普風 那件是去叫政府上司去處理啊 當時的協調就是 就是這樣的 我們公務處只能依照這個協調 好啦 你說發15天 這15天幾天 人家還要職業 那個 那一家廠商要負責 他要負責 他要負責 沒有的話 我們公務處會追究責任 要追究責任 要這八成職業 生命財產是要怎樣 那個本來就是廠商的責任 我們會按照我們目前的規定 我們會追究那個廠商的責任 沒有啦 處長 我們是不是說 我們公務處這邊叫人家去處理 花多少錢 把他求償回來嘛 這樣這樣不行 你叫他來處理 他就沒有處理 你讓人家去處理 這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才 我們那個蔡總製議員 人家為了這個 很關心 怕人家去處理 你自己說發文 叫來洋發文 叫來洋發文 像這個 那個二十號以後 假如他沒有處理的話 公務處會 代為處理 然後又代為求償 來請 來這公司負責 主長 我跟我說 你們像那些風太來 你們就可以派 廠商 隨便去 走 這種你不可以 要求 工務處 我會想說 叫來洋發文去跑出 打貴也錢也要人 跟議員抱歉 這一件就是 因為我們的同仁 處理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經驗啦 假如可以的話 我們真的是可以代位求償 我們先做 然後再想請他 要求他賠償 這個下次 你們同仁沒有經驗 你沒有經驗嗎 類似這個案件 我們這個案件 就會這樣處理啦 這一件就 還要 還要有下一件喔 假如有類似案件啦 就沒辦法 一定是這樣 你想法 不是八歲在哪裡 我們尊重當時的 隨意紀錄啦 就是二十號以前 要處理完畢啦 二十號以後 他沒有處理 公務處就會帶回處理 對 處長 有時候你處理工作 齁 我感覺你處理工作很積極 奇怪這件你怎麼處理到這樣 這件因為誰條 不是我出面誰條 我們尊重同仁的誰條 你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告訴你 那個紀錄都已經出來 我沒有辦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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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補充一下 我們副議員說這件事 這件事 說起來很嚴重 希望說我們處長 我們這裡要冷度好 不要這樣含一吼一吼一 你真的像這樣 人的背上要處理 我們在索索辦理的 跌下去 叫誰來啊 索索辦理啊 不用拖年代替 你知道嗎 後面負責的政客就要補充 不用這樣 要請我們副議員要求 我們管政府 給人家這個勇敢 我們中國團體才會 覺得很漂亮 你走腳板 後面負責的政客補充 這樣就漂亮 要請我們副議員說的 這樣真的健康 這個拜五 這個祖庭是不是這個拜五會完成 是20號以前 沒有 我們就馬上按住 我希望說齁 祖庭你再跟親身說 20號之前完成 把現在安全設施 還拜也好 這個我們會主導 因為我看藍頭人聊天室 你破就是用安全槌 擺起來 一些安全警視 帶什麼都沒有 他要聯絡廠商 也可能要排時間 我們就給他一個20號以前完成 聯絡什麼廠商 他破屁油也是要有廠商來破 他自己沒辦法 你都在打明武藏 我們就尊重這個結果 20號沒有 我們就尊重按入處罰 我馬上 你就在20號之前 你拜託廠商安全設施還要好 沒問題 可以嗎 這個沒問題 包括晚上的安全設施還要好 這個沒問題 這個我們照辦 這個我們照辦 沒問題 這個我沒問題 市長民請坐 市長我繼續問你兩者問題 在這裡本身也接到兩者的陳情案件 說這兩者 不知道是八世給你們認證的 還是民意代表給你們認證的 我不知道 這兩者倒路 給你們丁情兩年多的時間 頭一三九線 一三九以線 這條你知道嗎 到松柏林的 對 這條你知道嗎 應該是有人給你丁情吧 丁情很久的 你都要不去看 是什麼情形 是無錢 你好 那是路面要跑出重做啊 路段 我現在沒有印象 在公學國小前 公學國小 因為本身印象中 一則路 路面很差 這幾天本身接到電話 這間說真正兩年我 一三九以我們前年 採用前瞻花了三千多萬 你應該沒有幾條總部吧 還是那一台不在這個工程範圍內 我們來瞭解啦 拜託你這間你又瞭解一下 頭三十六你知道嗎 三十六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三十六 你民間的那個香道很多 這條齁就是在 要用在我們 恰水 要用民間就是春蠻蠻 那個 春蠻蠻蠻那邊 去調你知道嗎 緣環那邊嗎 對 對對對 剛才趕來民間 趕來五十六 你看一下 這條路的路面也很麻煩 因為本身這幾天 接到這兩條電話 就是說 這兩條路 都跟我們幹部室反應 不過 一直都跟其他人沒什麼問題 是不是說 會好你 拜一個時間 還是拜託館長去看看 因為這條路面 你走 或是都一些環境 你走的人太多 路面真的太壞了 還要求像這個 陳情安全 希望你們要注意一下 不要說 就是一定要 我們這條路面的代表 跟你們建議你們才去看看 那時候跟你們建議 你也是要去看看 對不對 再來還有一條 這條路面也兩年多 我都在你的手頭都兩年多 真的我不知道 你們的辦事 你們是怎樣 我們扶心理 衣水 煙水 這條路 在上面還沒有雙氣的時候 就不得了 跟議員報告 這件原來已經核定了 我們也設計了 然後最後 營建署 因為他說 南投 在南岡地區 沒有完成 那個下水道 整體規劃 所以把這個工程也註銷了 重新處理 等這個南投 那個南岡地區 整個衣水規劃完成以後 才會恢復這間的施工 這間為什麼就規劃這麼久 市長已經規劃公司 不是我們 政府規劃的是 那個營建署規劃 委託那個 好像是中興顧問規劃的 他還沒有完成 不是什麼什麼什麼 是西亞還是什麼 整個南岡這邊的下水道規劃 不是縣政府主辦 是營建署處理 他們規劃報告還沒有 還沒有做期末報告 所以營建署這間不一定 因為堅守 要不要做抽水站 要不要做 那個位置的問題 還在整體考量 我是希望說 這間比較用心把我們錄一下 那是好處 在這兩年沒落大火 這間就一旦 那個規劃報告完成以後 最近一定會核定 這個沒問題 因為這間 也管理自己那邊 回應 不知道我們已經設計好 還有地方消費 已經開過了 最後整個預算送去 營建署的時候他喊停了 拜託這間你多用心 一旦規劃報告出來 我們一定馬上處理 這沒問題 這間要多用心 多用力 沒辦法回應 八星幫我們問 館長想要做 沒辦法回應 我們沒辦法去營 你知道嗎 這就是這樣 營建署就是要 整體規劃出來 他現在就要學兵 現在沒辦法學兵 拜託一下 去用心一點 感謝你 謝謝議員 謝謝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各位就座 請主席宣布開會 繼續開會 我們請前議員 大學主席 民主長 縣長 副縣長還有各幾處的首長 還有我們的媒體記者 就我一個 這樣 那我 我就開始了 那我要 就教育我們那個公務處 我們那個 桌水縣那個西底便道 經過我們孔雲級委員 還有 我們跟四合級的李永平 局長 還有 孫段長 就是西底 公務處長 我們協商 因為我們 左水縣裡面那五個村 因為 甲類車沒有辦法 出入了 在還沒有完成十六縣的拖關之前 我們想說 利用我們的 西底的便道 就是沙石的便道 也讓我們的部落 能夠 他們辦活動的話 也可以讓他們申請 用報備制的方式 有西底來到我們部落 載我們的鄉親出去 一些參加自將活動 福音商喜慶的活動 這樣 不會讓他們每次出去 都還要坐 小的計程車 巴士 小巴士 或是 轎車出去 然後再換 那個賈類客車 這樣子 每一趟出去都是 老是動眾 這樣都很辛苦 那經過我們幾個單位的 有恐攻局 出面協調之後 就是四合局也同意了 那個公務段的部分 他們也同意了 那在這裡 那我要就叫我們那個公務處長 我們現在的進度 到底是怎麼樣 還是已經 已經發包了 還是怎麼樣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請公務處長答呼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 謝謝前議員 有關那個 西底便道 我們原來是要利用 卓坤西的書境的便道 來處理愛協調 但是最後因為 整個西底便道 不在交通道路處理 條例裡面規範的道路 所以遊覽車部分 保險公司 發生任何意外 保險公司 是不會有賠償 加上縣府在內部協調方面 沒有管理單位 所以這一部分 這個案子目前暫緩 再還有第三點 就是我們那個卓坤西 那個蘇進的租出廠商 還沒有結標 就是第一次已經流標 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次 在開標中 等我們府內協調處 有管理單位 才能再施工 要不然這個可能會先暫緩 當然我聽過是縣長批暫緩 那在這裡我想請縣長說明一下 這個是我們那裡面五個村民的一個心願 在十六縣還沒有拖寬之前 希望他們有一條路 大巴士可以經過 那當然在管理的部分 我們起初的就是學商 是要有我們瘋狂處在做管制 那當然在這裡面可能又接受到 我們縣府的人員 工作人員也要可能增加了 也許縣長對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並林縣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那麼前一眼建立 關心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公務處 還有觀光處他們協調之後 那錢給我 是請我做暫緩來實施 那麼我是說為了安全起見 剛才純處長講的 這個要有一個管理單位 將來這個遊覽車 如果發生意外 保險公司不理賠 它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所以我想還是說 在沒有完整的一個系統 大家同意之下 我們就暫時 等到這關係 這個變道好之後 我想我們再來進行協商 請保險公司 還有公力體 這方面來大家協商 如果整個道路都安全的 應該保險公司也要 也要能夠認同 不能夠說 他們不是縣道 審道他們就不認同 這樣就有會牽涉到賠償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比較慎重 當然現場的考慮也是不錯 不過基民的醫院 其實我們不要是說 其他的遊覽車 我們是不讓他們進出 我們只要我們那四個部落 又辦理一些活動 要出去的時候 用報備制的 然後如果我們縣府 不便管理這條路 我想那由我們新鄉公所來 來就是所謂的就是對口 還有他們要進來的時候 就那段時間派人員再做管制 那這樣子做 縣長你認為 應該是可以啦 如果有一個單位要負責任 那麼我是講台十六線 從水里台二十一線到我們 到地利村這條明河村 現在好像對於比較危險的地段 有在透寬 昨天我進去看好像有在透寬 如果轉彎處比較窄的地方 能夠把它透寬以後 如果說遊覽車通行勉強可以的話 我想我們就採取 剛才前一人所講的 我們申請的 需要的話申請我們就讓它放行 這樣的話是比較 比走那個火蟲變道更安全 那當然啦 縣長的意思我懂啦 可是民眾的意思我也要表達啦 那當然在這邊 如果真的縣府在這個方面 有顧慮的話 那我們會請公所出面 在這報備的對口也是公所 然後管制的也在公所 那這樣縣長應該就可以了吧 應該可以啦 只要公所他們願意來承擔 最主要是那個喉床變道一定要做好 尤其在那個那個什麼 水裡那個什麼窗 下面窗的下棲那段 龍森橋那個部分 龍森橋那個 對對對 這個 那段可能要做安全一點才可以 這個部分 公路段也曾經跟我們民眾承諾過 他們會盡量做到公路級的那種層級 這一段部分 就是要走這個 大巴能夠進來的這個路線 他們盡量要達到 就是公路的那種層級啦 那在這邊 因為民眾的要求 我們這幾個單位 已經協商過好幾次了 在16線還沒有拓寬之前 我們是希望說能有這個變道 讓我們裡面的村民能夠出入啦 那當然我們對於外面的遊覽車想進來 我們是不會讓他進來啦 如果是外面的旅客要去吊橋還是什麼 我們還是用按照我們的原來 我們縣府的規劃 直接就是我們地利村還有雙榮村 也要談談 這幾個村如果真正要辦活動 需要遊覽車進去的話 我們用個案來申請 核准就讓他進去 我們的意思就是這樣啦 只是說我們就是要走變道啦 因為現在因為有七彩吊橋之後 那個道路真的車輛很多了 車輛很多 如果說真的讓大發進來 我怕會造成遊客的不便 那在這裡 那我想那個縣長能不能在 說為陳命 不要說那個就是這個案子 能夠迅速讓他通過 然後相公所那部分 我會再找個時間大家再協商一下 把這個 如果是村民需要活動的 這個抽量 那個出事也不多 我想就可以來考慮 而且我們裡面的民眾 如果要出去 要用到大發應該都是例假日 那個時候也是七彩吊橋 人最多的時候 那我們避開這個人潮 我們也要避免讓我們的觀光客 進來有堵車的現象 那當然這個次數也不會多啦 不是每天都有分飾可以吃啦 當然我想說如果縣長能夠完成這個美意的話 那我想說那個公務的部分 要儘快我們公務處 能夠儘快的在招標 儘快把它完成 以上謝謝 縣長請坐 謝謝 那還有呢 我還是要針對我們那個公務處 我們那個九十七線 到十六線的這條路 本席上一次有提出說 希望你們修繕 能夠是不是也能夠讓中巴也能夠進來 那公務我看到了 你們說要花十三億啦 所以可能縣府沒有辦法承擔這個部分 那要不然 那我們是不是會後 這個定期會完 公務處可不可以找個時間 有一個可以 我們這會看一下 我們找一些地方要修繕的 因為他們有些排水的問題 是醒不通的啦 排水都排不出去 到時候每次下雨 那個水都在路面流走 造成交通的不便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九十七線 就是縣到九十七線要接上十六 台十六的這一條 因為那條路是透過 那個塔瑪軟橋底下經過 那個是忽然凹下跡的地方 下雨的時候會積水 然後也造成很多的交通事故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有跟那個 跟那個公務團 也要求說他們能不能 改成街上那個紅橋上面 就是直接上橋 他們說這個基礎上是可以的 不過也要我們縣府提出計畫 跟那個公務總局 還是我們中期的那個 讓他們去考慮一下 不過他有一個先前的條件 他有兩項 一個是前瞻的計畫 可以用前瞻的計畫來報 然後再來就是說 生活公投籤 如果他們納入在生活公投籤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項目來提報 然後我想 就叫我們公務處長 對這樣的方式 你有什麼意見 請我們處長答覆 謝謝大陸主席 曾議員 謝謝前議員 有關九十七線跟台十六 線交通的地方是由橋下走 這也蠻危險的啦 這一部分因為公務總局方面 有瓶頸路段改善的計畫 我們會在會後 前通縣長同意以後 我們來先行規劃 提報瓶頸路段改善 這個部分是沒有用地會啦 我想那邊應該是沒有土地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先改善啦 整個頭九十七線 縣長已經同意納入生活圈提報 也跟議員講的就是整個經費是十三億 這一部分我們在納入一百一十二年到一百一十四年的生活圈 我們提報公務總局補助 分成三期來施工啦 這個是類為我們縣政府第一案來施工 所以應該會在一一二年到一一四年來完成這一段的透寬啦 關於議員講的局部改善這一部分 我們會會後跟議員窺勘以後 我們用目前的開口經費改善部分 讓他不要危險路段啦 至於前面的透寬就等生活圈核定以後 我們做前面的改善這樣 以上這樣的報告 好 謝謝 請坐 請林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曾議員 還有大家找午安 大家好 那個我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公務處這邊 其實很多的建設都是跟我們民眾直接接觸 尤其在工程方面 在這裡也要請教一下我們公務處的處長 對於普魯里琵琶西 其實我們就本期所知道 都有做年度的清淤的工作 但這一張圖片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目前我們琵琶西的這個狀況 整個水生植物佔滿了整個河道 這樣子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們的行水的這個行水區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住戶 我希望說除了我們定期的這個清淤之外 是不是我們也有計畫就是不定期的這個清淤 因為附近的居民會反應說 這個河水倒灌的這個問題 尤其是在滿水位的時候 水位比較高的時候 說實在的整個水是往屋裡面灌 我想請教一下處長 對於這方面的清淤工作我們有什麼規劃 目前的話 請處長答覆 謝謝大會主席政議員 謝謝林議員 有關林議員的指教我們非常的贊同 因為在108年109年 那個清淤計畫每年大概是5400萬左右 因為我們都是分一條溪一條溪發包 這個廠商標下來的話 我們每年都要繳回兩千多萬的錢 那你跟本期報告一下 我比較關心的是這條溪的這個清淤工作 那個是每年辦一次這樣不夠 所以我們從明年開始 縣長已經同意先發包了 就從明年開始我們這個清淤工作 改成一次發包 不定期清淤 就是以後從1月份到10月份 只要我們巡查或地方有建議 我們就馬上是做處理 我相信這樣子會比較符合民意 跟實際上的需要 明年開始就這樣 這樣子的話我再請教你一下 就是在於我們年度 其實這麼多的局處當中 我相信公務處的預算是不少的 那請教一下處長 你去年的保留數是多少 年度的保留 這個可能要考試之後就不太 28億多相當大的一個數字 那麼執行到目前為止 比如說去年的保留 一直到今年我們的質詢率有多少 有沒有檢討過 我們都每個月都追蹤 上一次 我記得我在9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 大概給我答案 大概已經完成 大概80%左右的稅數保留款 應該沒有這麼高 去年的保留數到今年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拿到的資料是45.55% 我相信不到一半 年度已經將近年底的這個階段 你既然去年的保留數到目前為止 執行不到一半 那麼我們明年的預算 總共預算數是多少 明年的預算 我們大概整個公務數大概也接近快10億左右 只有10億嗎 不只吧 那個一些是配合上級的 總偷偷呢 總數 總數 總數喔 對 總數 相當大26億多 26億啊 沒錯的話26億7千多 我相信在這當中當然有我們上 最主要是我們計畫型的上級的補助款啦 還有一些我們一些預算內的工作要執行 希望說在年度的保留數我們能夠降低 能夠完成的部分我們能夠去追蹤辦理 因為這個部分你沒有執行到一個階段的話 那麼明年的預算你怎麼去執行 跟妳很報告因為從110年開始 整個中央的補助制度已經改變了 就是以前是一次給 現在是按分連給 所以在明年以後我們的預算保留 就不會有這種情況了 就是我們今年執行多少 他會滾動檢討 做得越多給越多 做得越少就給更少 給得越少 所以說在明年的預算 我們上級補助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是明顯減少的 他現在已經不是一次波了 是按照你的進度再波 所以明年開始各縣市會要努力的去爭取 假設執行不利 他預算就給少了 其實我們公務處的工作相當的吃重 這個我們都能夠了解 許許多多的基礎建設都在你們這個局處 但是每個人分工下來的工作 也是我相信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是應該的 但是就本席所知道 你可以下去了解一下 有很多假以業主跟廠商之間的這一個關係 很多的工作以往是必須我們業務單位去執行的 但是廠商為了趕進度 為了趕快工作完成之後領到錢 所以在這部分很多工作 都有廠商自己吸收掉了 在這裡這一個部分 像我們一般的設計 也很多都已經委外掉了 所以有時候處長可以去了解一下底座 底下的工作情形 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太吃重了 如果說吃重的話 人力是不是應該補足給他們 把他們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好來才是最要緊的 有時候我們要去體恤下屬 但是也不能讓他們有待勤的情況 把自己的東西都委外掉了 把自己該做的東西都分掉了 那麼他們分內的工作到底是些什麼 我相信在這執行面也好 在希望說我們處長還有相關的每一個層級 都能夠去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的情形 我相信這是必要的 不要前面的馬車頭在跑 底下後面的拖著你 你也不好去執行 也沒辦法說把事情做到最好 當然他們各科是有些他們會做得很委屈 有些不是他們應該擔當的工作 也丟給他們 所以在這工作上的分配 我相信需要調整的要調整 不適用的人我們也需要調整 適時的去調整他 如果說他們過 也不希望說他們有過勞的這個情形 所以在這方面 希望說我們當主管的人能夠去了解一下 也順便體恤一下下屬好不好 在這裡辛苦了 另外我再關心一下我們社勞處的這個業務 其實社勞處的業務也蠻吃重的 在這裡我們在單位審查的時候 也有探討了一些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的這一個 長照2.0對於我們社區市跟居家市服務的這個補助 但是相對的我們這一項補助 是不是說忽略掉我們所謂的住宿市的這個機構的補助 在這個資料顯示當中 會讓我們覺得說厚齒薄筆 是不是說有這個差異的補助性 我看一下這個住宿市的補助 這個機構的使用補助方案是編列在我們的衛生局 是不是請教一下局長 請我們局長到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 那謝謝林議員您關心 那住宿市的那個機構的補助的部分是編列在衛生局 他是每年可以申請六萬塊的一個補助 對嘛每年六萬塊的最高補助額嘛 但是是不是說這樣總偷偷的話 是不是他們提出申請 我們這邊就經過審核程序之後就可以照付 對我們大概就是每年會根據那個申請條件資格 向中央去匡列一些匡列基本的 在長照2.0的這個業務有七大項 其中五項是在我們的社勞處 有兩大項西跟居是在我們的衛生單位 所以有些像住宿型的這個補助方案 就在我們衛生局這邊 所以在這裡可能要工作做得好 我們橫向的這個溝通 跟橋樑要建立起來 要更加的協調 才能夠把工作做得更好 那個局長請坐 謝謝 在這裡我們再探討長照2.0的這個 從1.0一直到2.0 從8項增加到17項的這個工作 政府的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面面俱到 各項的補助措施 各項的這個照護看起來的話是蠻齊全的 看起來的話是蠻周圓的 從我們向前延伸的一些預防性的工作 一直到向後延伸的這個安寧的這個服務方案 可以說是匡列的相當的不錯 但至於說實際上的工作做得如何的話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處長 在這一個方面 就我們內湖區 我們內湖之前的這個無照安養中心的大火 引起我們社會上蠻大的這個關注 目前政府相當的政策 沒辦法落實照顧到住宿式的這個機構的需求 會讓人家感覺到說我們長照2.0所注重的 就是我們社區式的以及居家式的長照 那麼對於我們的住宿的住宿式的這一些機構 我們做的夠不夠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社勞處我們的處長 請林處長答誤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 那謝謝林議員 對於這個住宿式機構的一個安全的部分 那要跟議員報告 我們社勞處的同仁 會不定時的做一個訪查 然後也會做聯合機查 包括有消防 包括有這個建管 等等單位會去做 甚至衛生 衛生局的部分 會去做一個聯合機查 目的就是說降低這些危險因子 他沒有比如說人員沒有依據規定來配置 或是說有哪些整個環境上有疏漏的地方 必須要做一個改進的地方 都會透過聯合機查 來要求他們改進 這個聯合機查 本身所結合也有消防局這邊的聯合機查 那我請教一下局長 在於我們這個長照機構 我們的立案跟未立案 目前南投縣有幾家 以立案的 還有沒有立案正在福島當中的 那麼我們的機查的頻率又是怎麼樣的 請教一下 還有我們的防火檢驗檢查 這些安全措施的檢查是不是落實了 我們做了哪些 請局長答覆 立案的有幾家 謝謝 立案的有幾家 立案的跟非立案 我這裡手上沒有資料 那如果沒有立案 我們會跟通報衛生局或主管機關 我們會輔導他 那我們用 希望說這些數字還有這些狀況 因為我們這個 如果說未立案跟立案 當然未立案的部分 我們歡迎他們投入這個長照2.0的這些服務 但是對於說一些的消防措施 還有一些的該輔導的 我們是不是課禁職責輔導他們 對於立案的跟未立案的 我希望說我們能夠在數字上的掌握 能夠隨時的掌控 能夠去關心他們這些 畢竟這是政府所推的長照2.0 一個重大的社會政策 謝謝林議員 那有關於這個長照2.0 所有的這些我們在消防安全設備的 資安管裡面都有 那剛剛所談到的我們對於這個未立案的 我們是以他消防設備 一定要符合規定 如果他 當然一定要符合規定 對 如果他不符合規定 我們就依照我們消防安全設備標準來處置 那每一年也有 我們不是第一時間都是依照法規下去辦理 因為在這當中我們要克盡我們的輔導責任 所以說不要一下子就是依照法規下去做開發 其實他們經營這個長照的工作也是相當的辛苦 其實我們在長照機構的這個品質跟根源上 他最大的是人力的不足 所以說我們也是鼓勵說這些 像一般的民眾還是有專業的 受過專業訓練的這些人力 投入在長照2.0的各項服務當中 希望說我們的長輩能夠受到更好的這個照顧 其實在資料顯示 埔里還有低收的這個問題 埔里的低收960人的申請可以說是全南投縣最高 另外中低收2868人也是 埔里也是居南投縣的最高人次 所以說在這部分我也特別關心 在埔里地區的這方面 中低收入戶的這個問題 以及我們一些那個局長請坐 我再繼續關心我們這個社勞處的這個業務 就是長照的這個業務 其實不管是社區式的還是居家式的長照服務體制 有多麼的完善 但是在整個社會還是沒辦法 滿足我們重度失能者的全食照顧 在我們的媒體上也有報導 就是失能者的長者的這個全食的照顧 說實在人力真的很欠缺 尤其是你說當家屬白天工作疲雨奔命的時候 晚上夜間還要負責我們這些長者的照顧之責 說實在是滿吃重的 只好委託我們的日照中心 我們社會所 這老處我們政府所提供的這些機構來照顧 但是在這些機構裡面如果說 我們的人力嚴重的不足家屬只能透過 有時候只能透過自聘的這些移工下去做照顧 或者是家中的成員輪流照照顧 所以家屬往往是身心靈是沒辦法負荷的 所以在這當下就造成了很多的長照悲歌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人口漸漸的老化 尤其是出生跟我們死亡 往生的這些人數比例說實在的 在去年108年的時候 也是1700多整個南投線 在今年度也是1400多 所以說這個落差 當然不單單只是死亡人數 以及我們的這些出生人數的這麼簡單的落差 當然它背後還有許許多多的原因 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口結構的變動 所以說這個希望說在我們這些資料的呈現 我相信社勞處這邊應該更清楚 那至於說我們往後怎麼去規劃 怎麼去做 我相信尤其是我們住宿型的這個機構的收費 請教一下 對於這方面社勞處這邊 是不是也了解說我們每個月補助 除了補助說住宿型的這個機構的收費 對於我們立案跟未立案的 扣除政府 為立案的部分機構接受服務 意味著我們合法立案的機構收費標準 扣除政府每個月補助的5000塊之外 在這裡立案跟未立案 大家也都會選擇一般的人 我們都會選擇一個立案的合法的機構 但是有時候往往不得已 會轉向一些未立案的 會合法的這些機構 相對的這當中會造成一些的問題 對於說我們這個 這方面我們社勞處有什麼 可以輔助協助這些大眾的方案 請林處長答呼 謝謝大會主席鄭議員 謝謝林議員 對這個長照機構 這個義務上的一個關心 那民眾 民眾要選擇長照機構 一定要選擇立案的機構 這樣住宿 大家都知道要選擇立案的 問題是 這些供需求的這一個部分 有些人他就會自聘移工 或者是選擇未立案的這些機構 導演 那個未立案的機構 我們這幾年來 有經查 有四家 四家 然後其中有一家輔導他合法化 那另外的就是要求他一定要歇業 這個就是說未立案你本來就不可以經營了 那我們相關的法令長照等等這些相關的法令 都有裁法的一個規定 絕對不容許這些未立案的機構繼續營運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以目前來講 藍頭線目前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沒有 目前沒有未經立案的機構在經營 但是你這個一個月補 一個月補助個五千塊 你說夠嗎 對於一個家庭 對於一個長者來講 他照護的這些費用 這些所延伸出來的費用這樣子 你認為夠嗎 教育委員 你講的五千塊 不是 現在就是說長照機構的補助 他有低收中低收等等 這些弱勢的民眾的部分 我們是補助到一個月兩萬二 那另外五千塊的部分 所以說那些都是有條件的嘛 對對對 所以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種階梯式的補助方式 真的能夠滿足我們 當然沒辦法滿足這些民眾的需求 站在我們社勞處的這個位置上 我們能夠幫助他們多少 能夠協助他們有哪些 能不能改善這個 這個才是他們最關心的嘛 對收費的部分 剛才那個衛生局房局長有講到嘛 就是說那個住宿服務機構的一個補助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要來分攤一般民眾的那個 那個費用的一個負擔的部分嘛 那這個部分要跟議員做報告啦 這個是從去年 去年就已經開始實施嘛 那最高可以申請到六萬嘛 那他是按他的所得稅 假如所得稅率的計算 他的稅率級數下去做審核的標準 對對對 這個部分不納入長照的補助裡面 這是另外額外的部分 那個 沒有資料申請是六千嘛 對不對 沒有所得的話也是六千嘛 是六萬 六萬啦 然後你那個所得 那個所得是百分之五的部分 那個稅率是百分之五的部分是五萬四嘛 那十二的部分就是四萬五千六百塊啦 他有分三個級距啦 對有分這些級距 對有分這些級距 所以其實真正的在民眾的這一個部分 有很多的社會所辦的這些補助方案 我希望說能夠透過我們的系統 透過我們民間的這一個宣傳 能夠讓大眾廣為知道 因為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說我碰到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申請政府的哪些補助 在我們的程序上 手續上 還有紙本資料上 能夠精簡的 我們能夠盡量的來精簡它 甚至就是應該有設立一個磚口嘛 一個單一的窗口 讓他們做好這些工作 能夠專門的來協助他們各項的補助申請 是 報議員這些訊息 我們都有在做宣導啦 那另外就是說剛才議員講到就是說 比較弱勢的部分 他除了政府的有補助之外 對於說邊緣戶的部分 我們縣政府也都會連結一些民間資源 來給予協助啦 其實有很多議員都轉介 比較一些個案 特殊的個案 我們都個別來協助他們做一個處理 所以謝謝你們 也辛苦你們啦 因為你們接收到的是 社會比較弱勢的這一個一環 我相信這需要幫助的很多 因為畢竟南投縣是屬於比較 比較不是都市型的這一個縣市 所以在這方面可能我們 加強來協助他們 如果說有不懂的 還請我們各 就是我們社會處的這些 各科市能夠全力的來協助他們 我們同仁會全力以赴啦 好 謝謝 謝謝處長 請這個吳議員 我首先來那個 求求我們的公處長 我們的竹山和路骨 很多六米路 都沒有一定道路 都沒有路開發 這是公處的人 這是公處的人 這是公處的 要開闢的 但是公處都說沒有錢 這三公處也沒有錢 六個公處也說沒有錢 對不對 六米路的一定道路要開發 你沒有開發的時候 其實都動調 也影響地方上的發展 我們說到來協助就好 到來協助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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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徵收了 都沒有錢 沒有錢是不是處長 是不可以你來經出什麼 生活圈還是前三計畫 那款項來 來 來 來盜用一下 處長 請處長答好 謝謝大家主持政委 謝謝吳議員 有關都市計畫內的道路 他六米後八米或十米 他已經都已經定案了 所謂透過都市計畫檢討才能改變 目前營建署在補助生活圈部分 是以八米道路以上來補助 以往的補助規定是用地費是25% 最近在110年明年開始 那個營建署會調為百分之五十 但是百分之五十的話 那個地方政府還是負擔很重 幾乎都沒辦法開闢 這部分因為是全國一致性的 看看能不能說透過立委或其他立法 能夠讓用地費減輕的話 才有辦法開闢 要不然所有道路都是遙遙無期 這樣子喔 這樣就影響到地方的發展 地方的發展 沒辦法 現在的用地費很貴 幾乎每一條道路 大概用地費都會佔九成以上 工程會才大概一成 所以地方幾乎要負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費用 所以目前的道路都沒有辦法開比較多 這樣就影響到地方的發展 越來越提高 工程也都會 工程也發佈沒錢 對不對 要配合他們要配合的那個款項 他們拿不出來 真的額度都很高 用地費比較高 工程會大概都還可以 好 好好好 處長你請坐 你請坐 我再跟立委 立委在國會提出來 跟他們那個一下 跟中央說 不要配合那麼那個 黨真的是影響到地方上 沒辦法處理 還有那個 剛才我們那個檢議員在講 做香蕉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一個小小的建議 你現在過量的時候 因為這次今年就是沒有台風 所以產量很多 焦龍 之前那差不多要一個月 我問一下 五塊到八塊 真的可憐 血本無歸 我這裡就是說 一個小小的建議 處長 我希望你現在 盡量能夠把銷售 有的都拿去買 有的有心人士 買的都拿去社區 社區飯 這個也是 現在說 比如說 還是不夠 還剩很多 是不是儲定 我們來修扣一下 是不可以用那個加工 加工 香蕉 香蕉也可以加工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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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蠻好吃的 對不對 還有 我們什麼 你像那個鳳梨 剛才幾年以前 鳳梨都倒在了 像那個香蕉也是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能夠用這個 加工這個部分 來加工 還要來銷售處理 這個也是個方法 對吧 整個都倒在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要靠沒力 真的 這一點 你可以思考看看 那我們 南侯縣 這個加工 多不多 加工廠多不多 處長 請處長答應 謝謝大會主席 鄭議員 感謝委員的一個關心 跟指證 目前我們館內的加工廠 如果是食品的部分 其實要看 因為目前都有在徵詢 我們線內 這些食品的加工廠 是不是針對 像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對 如果我們三量比較多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加工 的部分 那一方面 它加工之後 保存的時間也比較久 所以另外 當然這樣的話 最起碼可以減少 我們採購 入來打賣市場 它價格會被壓低的那種情形 所以目前有配合 在 將相關的訊息 因為這個部分 有配合農糧署的一些政策 那也補助一些加工的一些費用 那我們目前都有在 航運給我們線內 有在做所謂這個 國品加工的這些廠商 那當然一方面 它有一些重量的一個限制 那當然我們要看後續 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效來協助 我們目前的一個 不管是香蕉 或者其他國品的一個銷售 都可以啊 對吧 你是菜市場在買 那些 很多水 我看水果很多 像蘋果什麼 他們都在 有沒有風乾 有一些是做果乾 對 彈壽料做果乾 做果乾這樣子 可不可以是 像類似這種的 這樣來處理 你現在就是加工的話 你說像農委會 跟他能夠補助一點 目前有補助 就是每公斤是兩塊錢 那這個部分是透過 農糧署這邊來協助 對啊 農民拿去的話 加工的話 風乾的話 證供也不要價格太高 泰哥他們沒辦法 對吧 負擔不起啊 對不對 這個 處長 你跟蘇科看看 好不好 只有這方面 盡量能夠 盡量能夠 銷售處理 到銷售處理 把交農 或是 農民 買了 社區 還是什麼 都可以啊 對不對 要是說還有剩 還沒辦法 沒辦法 銷售處理 你就用 加工工乾 這方面 來著手 好不好 謝謝議員 好好 處長你請坐 那個 教育處長 這 那個 這方面 國中生 他在這樣 怎麼漫漫不漫 這個成長 這個 很容易 被我們散動 去吸毒 這方面 齁 這方面齁 初聽 你在那裡 老師 老師能夠 跟 校長 跟 跟 他 叫他們要注意一下 小孩子 齁 國中生 國中生 比較 比較 比較思想 比較不成熟 比較去用 散動 去吸毒 這方面齁 好嗎 齁 好 你請坐齁 我過來請教那個 紅白局 那個 局長 我請問一下齁 那個 十方 齁 撿那個 十方的老人家齁 齁 很多都在 撿那個 回收的齁 這個 衣服 這個衣服的話 是不是正工所在處理 請問局長大吾 謝謝大會主席 鄭月 個體府的報紋 我們中央都有報索 都有報索 都有報索 我看到 但是我當時 承到電機 我們就幫他報索 他的工作服 你現在說的是要 黃光北新報索吧 對啊 要那個 亮片那種的 我知道 都沒有在穿 我發現幾個 阿桑 什麼 在那裡 因為我們其實也 重視他們的安全 對對 安全問題 這部我們交代 穿到隊友 給他加強 叫他要穿 其實那部 我們有補助 你就是那個 鄭公所 是鄉公所 你叫他 要搬下去 是怎樣 看你的款項 要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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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獨製 這個安全問題 這部份就補助 現在是獨製 他要穿 這部我們的要求 他要求 對 那真的沒有多錢 安全問題 你就是叫公所 要獨製 要獨製 好 要獨製 好 我看很多都沒有錢 好 好 好嗎 好 謝謝 那個 方處長 我請教一下 我們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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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實在 停頓很久了 都沒有那個 鳳凰 沒有這樣 就沒有在那個 遊客園 但是 那邊的氣候 非常好 也很涼 對吧 我現在就是 拜託處長 那邊 那邊做什麼 那台灣好行 要是不可以的話 這部分就是有園林客運 跟台中客運 客運公車的部分 對啊 那這部分 我們也會來 跟 拜託這個 公務處交通 交工課這邊 看能不能 能夠跟客運業者 能不能增加半次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 好行 因為它有這一個 時間 希望就是 讓遊客 可以從 這個重要的交通接駁站 到旅遊目的地 希望是90分鐘 這樣的一個要求 因為這是交通部 觀光局 它的一個 好行的一個 補助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會來 跟 觀光局這邊 或者是 監理所 或是公路總局這邊 因為會涉及到補貼的問題 我們 希望跟南投客運 看能不能跟他 研究看看 是不是有可能 有部分的班次 能夠也進到 我們這個 公安局秒園 班次的話 我們相信是希望說 早班一班 中午一班 班晚一班 這樣子 是這個 我們會來協調看看 研究看看好不好 是 他們說希望這樣子 有時候 你禮拜六 禮拜天 孩子要到台中 要到哪裡 南投的話 也比較方便一點 你台灣好行 我們那邊 光地區 你把客頭出來 就差不多都沒了 幾乎 真的是 你說 鳳凰鳥的那條 你還叫台灣好行 鄉親有在要求 我說可能比較壞 我來向市長拜託說 是不是來客運 客運三個 原點客運 還是什麼 南投 客運來走 你研究看看 是 這個我們在跟公務處教功課這邊 來協助一下 好好 你請坐 那個 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 那個 那個 這是什麼 路邊 路邊那個 有的 那個 違規 你們可以 警察不要比到裡面 可不可以再出來一點點 好不好 讓 人的車輛 人現在來看 警察在那裡 在車 賣的即時 就會比較緩慢一點點 速度啊 速度會慢一點 不然這樣 衝都很快 你這樣 你這樣 真的 我上次也說過 非常危險 但是我看現在 你們還是在 比較在裡面 香港 那個 拿出來的 這樣子 非常的危險 好不好 局長 請 局長答呼一下吧 好 謝謝大衛主席 還有謝謝我們 吳議員 我們這個 我們會回去 特別交代同仁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一下 好不好 我知道 你來 我也看 要還是 比較裡面一點 我感到很危險 好不好 局長好 請坐 謝謝 我們 小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剛剛 大家對 公務處這邊 很多見言 蔡總之議員一直提到 交通安全的問題 尤其在正式的道路上 處長剛剛也提到 他給他的同仁 相當多的 灰灑的空間 我想就這樣 我們公務處處長 在我們 南投縣 我們的交通工程課裡面 我們 南投縣的通用計程車的數量有幾台 請處長幫我答悟一下 請處長答悟 謝謝曾議員 謝謝小議員 我們大概 目前是200多輛 通用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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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可以做一些殘障人士的那個車輛 目前沒有 目前都沒有 沒有沒有 你知道我們南投官有多少殘障人士嗎 那部分應該我們有另外一個 社會處那邊應該有那個叫什麼 我們的殘障 南投縣的一萬多人 不過我們的 通用計程車 是零 台北市 他們 總共 他們平均 他們是 大概 三萬多人 不過他們的通用計程車 有好幾百台 這個我是想跟處長做建議 這不知道你們辦事不利 還是不想爭取 我覺得 我們目前我們線內的這個 除了溫馨巴士 跟業者 長造機構的 車輛以外 其實都還不夠 一般產障人士要使用的數量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們中工程科這邊 還是 還是要努力要爭取 看找一些 我們的業者 一起來配合 我們的客人車 我相信 現在市區不很好 我們來找業者 主動來去找 我們要怎麼補助 讓他們有議員 來參與這個領域 不然我們 四頂 三頂的國民 我們 一台電 一台的通訊 如何補 對 好主動 主動 這補人 你有沒有努力 我來努力 看看有沒有業者跟我們配合 還是要補貼 對啊 我們一定要補助業者 他才願意去改裝 是這個問題 是這個問題 你沒有補助 他改裝要錢 對不對 生降是誰 要費些費用 對啊 是這樣 好不好 這樣要給你15天的時間嗎 因為這要看市場 看有沒有需求 我們來溝通 有成果在跟議員報告 那我請教一下 我們社會處處長好了 請社會處長答覆 我們目前我們官來這樣有這個需求 我們目前我們的溫馨巴士跟我們 我們一般長照業者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巴士 長照業者是交通接送的車 對 五十四台 那溫馨巴士有二十 對啊 溫馨巴士二十嘛 長照的好像五十四 目前五十四 目前我們有夠量 我們在 因為我們議員不時 不時都要有人跟我們拜託說 那個溫馨巴士拜託說 他當時要預約的當時 就要看診 沒辦法進去 目前我們在做的量夠嗎 當然 就是民眾的需求還是很大 那長照的部分當然 剛剛我們公處 陳處長是說 市場可能還沒有這個需要 我是要請教你說你 尊肥有需要嗎 有需要你去澄北國有需要嘛 讓整個工程科這邊去努力啊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應該 我們今天的議會總出行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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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